首先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位选手 二十六岁 年轻有为 有梦想 有才气 有能力 跟我二十六岁的时候 一模一样 但是唯一有一个小小的区别 就是他考上的是北京大学 这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女选手 掌声有请宋喜 评委老师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叫宋喜 现在是北京大学的一名研究生 之前呢也是一名军人 于2015年到2017年 服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陆战队 当时是一名两栖侦诈兵 你看 我没说错吧 文武双全 现在是这个北大研一的学生 本科也在北大 然后还曾经有两年的时间 在我们中国的海军陆战队服役 你本来是学什么专业在北大 学心理学 现在也是心理学 我是大三的时候成功入伍的 其实我从小就挺崇拜那种狭义精神的 就是我现在总是自称女狭 然后我爸爸以前在我小的时候 他当兵 所以小时候那种耳濡目染 就觉得当兵 然后感觉就跟一种狭士一样 有这样的情节 对对对 有这样的情节 当然其实我们还有很好奇的 就是可能选择这个兵种会有很多 会有很多的方向 那你当了一名海军陆战队员 是分配的呀 还是你自己主动的选择 这个我不太懂了 一开始只是想当海军 因为觉得海军的军装特别好看 然后我也特别喜欢海 然后到了新兵连的时候 会发一本小册子 上面会写介绍海军的五大兵种 然后当时一看 就是有介绍那种突出人物 突出事迹 然后有一个就是班长 好像是一个蒙古族的班长 然后她就是陆战队的 然后是女兵 然后说想她怎么练枪法 怎么练琴拉格斗 然后就觉得好厉害呀 我觉得这不就是我从小 就想当的那种侠女吗 然后我就觉得挺好的 我就想去陆战队 那个时候感觉还都很美好 对对对挺美好的 但实际上呢 实际上就是 我知道什么事都跟你想的 确实不是一样的 但是我没想到那么不一样 有多不一样 就是其实吃苦啊 受累啊 就是训练苦 我已经有过心理预期了 有过这种准备了 但是到部队太多规矩了 就在队列里 你不能说话也不能动 然后你但凡要动 你就得打报告 然后那会儿到部队的时候 一开始 我不是很适应 在队列里就是走正步的时候 然后我就笑了一下 被班长看见了 然后班长就罚我去 就是对着那个电线杆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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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喊一上午 报告一上午 后来我一次是也是因为笑 然后就对着那个画报 笑了一晚上 是 所以这个部队的生活 和你想象的太不一样了 是 这个规章制度太严格了 对吧 但后来习惯了就知道 因为只有平时的这种生活养成 只有可能你在训练场上严肃 在训练场上舍得去流汗 去流血 可能你真正遇到事的时候 你才能把这种军人的本色 显示出来 一开始虽然适应得比较痛苦 但后来就适应了自己 还是比较要强 然后后来第二年的时候 就有机会被选拔 去参加护航任务了 是在亚丁湾 亚丁湾护航 对吧 这个说到亚丁湾我相信咱们评委 好多观众应该不陌生吧 你好 在我们印象当中 那个世界上目前相对比较危险的一个海域 应该是在印度洋和红海之间 所以我们之前拍一个电影叫红海行动 其实就讲述那个亚丁湾护航 有很多的危险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08年刚开始的时候 那个时候不仅就是环境更危险一些 然后那时候条件会更加艰苦 你可能没有地方去补给 而且船又少 也没人来接你 你只能就是 比如说我们执行任务是七个月 然后在期间都不会靠岗 然后当时还有很多战士 就会带一些就是装尸体的带的去 因为就是去的时候 可能怕回不来 然后希望任务结束了 反正就是他们更辛苦 都会做最坏的打算 对 所以我们现在 科技更先进了 然后我们的条件也更好一些 如今这个时代 或者国际环境更好了 对 现在也有几步题的基地了 所以现在我们算是享福了 但是刚才听你一讲 我觉得有一数字还是挺可怕的 这有时候一出去 七个月 你说就是面对着大海 又没有什么信号 又没有什么娱乐 一天两天没事 我说这多半年时间怎么度过 确实就是一开始执行这种任务 是很兴奋 很激动的 但后来就是特别孤独寂寞冷 然后也有这种心理落差 我其实一开始是 作为政治文化工作骨干 这样一个身份区的 其实就是在大家觉得 就是心理压力大的时候 去调节的 然后有的时候我会唱唱歌呀 然后有的时候会跟着我们那个护士长 他也是一个做心理工作的专业人士 然后我们会跟着他一起去帮助官兵们 去排解一下心理上遇到的这些困难 所以和战友们待在一起 又唱歌 然后又聊天的 其实也不是那么闷了 主要还是有战友在 当然是讲这个海上可能是平静的 寂寞的这一面 但是其实我们之前是看过很多相关的电影的 确实时时刻刻在这个亚丁万地区 可能都会蕴含着危险的情况 这个确实是有 当时是就四月份的有一天 然后应该是傍晚吧 然后我们就接到了那个一个通报 说有商船在附近海域遭海盗劫持了 当时是御林舰在旁边 然后就我们指挥舰就让他们立刻上去了 但是军舰太大又不能靠近 所以就派出了小艇 然后载着十几名特战队员 然后登船去营救人质的 当时我们在后方 你不知道海盗有多少 也不知道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当时真的就是很焦急地 等着他们平安地回来 虽然中间经历了很多惊心动魄的事情 但是后来他们很顺利地 把十九名船员都解救回来了 然后把那些海盗也押回来了 当时就是看着那个船员就喊什么 Thank you China的时候 我就觉得中国现在强大了 有这个能力去维护世界和平了 没错 当时真的是蛮自豪的 其实就像我们所说 我们提升国力 提升军力 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和平 是 这应该就是当时的照片 对吗 我们外国朋友很激动 拿着中国的国旗 Thank you China 谢谢中国 就是每次我们离港 或者靠港的时候 都会有那个华人华侨 来接送我们 然后就是看着他们 就是挥着小红旗 然后冲我们道别 或者是来迎接我们的时候 我真的是那种心里的那种自豪是 我作为一名中国军人 然后有机会能够去保护我祖国的人民 我觉得你不是在为自己活着了 不是在为自己的小家活着了 还是蛮激动的 相信其实 你的肩上更有责任 对 我们的战友都是这么想的 当然我们今天这个话题 最后部分 也是最最重要的部分 就要讲到宋喜的2018年 他获得了人生一个 最最最最重要的一次荣耀的机会 确实是蛮幸运的 有这样一个机会 这是在我们学校 在北大 就是校庆前夕 5月2号的时候 习总书记 然后来我们学校视察 然后有一个座谈会 需要一个学生去汇报一下 这名学生的学习成长经历 真的是很幸运 然后等于你亲自给习大的汇报 是的 当然确实是很激动 这名字是很激动 鸣心可哭 勇敢地放生痛苦 鸣心可哭 勇敢地放生痛苦 鸣心可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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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怕有所谎 生言不再默默糊 爱谁重走烦路 爱过的人 爱过的人 你在何处 是否不足 就离开 就离开 消失了 爱还要等他 千年多目 那是最后的教书 那是最后的教书 都得归死 送喜的成功 源于他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并一直按照这个目标去进行 所以送喜成功了